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呢台湾的这个疫情其实这个星期 从上个星期开始已经有一个爆炸性的成长 所以其实我们身在美国呢 心在台湾其实我们看的也非常非常的激动 然后也很担心 所以今天我跟IC呢 我们就特别开了一个戏骨为什么的一个特别节目 我们希望说来分享我们在过去美国一年多 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过来人的心神 对 乐观已对 那个观是观在家里的观 想想一年前我们的标题 没想到我们去必须分享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蛮心酸 想说这件事情就美国人知道就好 你知道我们性股为什么开播第一集的名字 就叫乐观已对 因为我们一开播第一天呢 就是疫情已经开始了 就是宣布在家的这个第一个礼拜 对 再加上班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记得 Shutter in Place 对Shutter in Place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啊 其实整个矽谷所有的公司都已经work from home了 其实跟台北这两天通话很像啊 台北是上礼拜 我的公司就是我公司在台湾嘛 我们也是礼拜四就宣布 要准备work from home 然后礼拜五就已经 把那个该准备的账号什么都准备好 就是要远距的方法 所以今天同事们就已经在台湾 这是远距工作 对 所以平常只有我是远距参加 其实是全公司人都在远距开会 突然觉得众人平等了 我也有一种边缘人被孤立的感觉 大家都边缘没有 大家都很边缘 对 因为我们 因为其实啊 像今天就有蛮多人在网络上讨论 包括埃斯你自己也发了一个那个post嘛 然后就说到底是不是要让孩子在家上课这件事情 还在讨论的当下 对啊 还在讨论的当下 我们就决定说好吧 那我们就直接来一集吧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对台湾的多数家长来说 我拿个比方啊 就是像去年过年时候 就是因为疫情 大家已经延后放寒假结束嘛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在哀号 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就是说 哎 美国这个没有期限的寒暑假 不知道多久 而且重点是你不能把它送进夏令营啊 嗯 没错 就是要一起跟小孩关在家里 其实呢 从去年到现在 我已经大概关了快一年半 因为我们家 对啊 你们家都没有回去 我们家是还回去了 对 我们完全也没出门 我们今天呢 其实就在刚刚我还带了小孩 第一次出去吃饭 只要两个小孩连吃饭都要戴口罩耶 对 我们家小孩也是变成是博爱出门 这是一个后遗症啊 就是说晚点我们会讲说 这件事情如果长期下去 当然有它好的地方 可是也有它真的是呃 大家要去调整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心理跟生理的健康 可能远比工作跟生活或是上学 都还要重要 所以我 嗯 来 Katy我们来开始聊吧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重点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谈谈如何在家工作的时间 还有空间管理 对 就像刚刚IC说的 其实你在家上班的这个时间 其实是非常难掌控的 因为你就变成是上班下班 它是没有界线的 所以很容易你一天上班就会16小时 而且就是三餐都非常不定时 对 对 所以呢 在家工作 我觉得第一个的重点呢 应该是在时间管理这件事情 没错 就比如说你还是要按表操课 比如说你要每天很有自律性的 discipline这件事情 因为有的 呃 而且你知道吗 当你所有的工作全部移到网路上的时候 其实公司是更容易来 为什么说监控 来管理你的工作项目 这个非常看工作类型 但是原来上可以远距工作的呃 呃 工作者啊 就表示你的工作是可以线上完成的嘛 你不用现场操作 你不用在机台或是实验室 呃 所以就是说你要教的东西 你要讨论的东西都是可以线上做的 那那这就会导致说 其实你不见得可以 呃 有效率的 呃 有可能你会被插断 有可能你会有紧急的东西 你会有重要的东西 怎么去区分 那另外就是说 呃 你的工作时间可能会变得非常的长 对 没错 因为呃 所以呢 时间管理很重要 就是在家上班第一件事 我觉得你还是要每天早上 比如说好 我要很自律 我几点几分就是准时要开会 然后可能要呃 把今天一整天的工作事项都要列出来 那你可能比如说要告诉自己 可能在哪一个时间你就要做一个 take a break 要休息一下才走一走 然后到中午12点准时的吃饭 一点回去上班 三点哦 可能再take a break 然后五点下班 如果你的工作还是没做完 那就可能你还是要有一个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间断的休息时间哦 比如说你要去 休息变成必要性的工作 对 没错 然后还有就是要把这个运动 和休闲的时间 你要当作是一个工作的办法 工作项目 没错 对 然后把它排进去 我给大家一个小小小秘诀 就是其实在Google的形式力上 它在活动跟这个工作里面 其实我记得还有一个这个 你可以去插入一个你的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在提醒你 每天可以去跑步的时间 然后Google有个功能是 它自动帮你安插 在你有空的时间去跑步 真的 所以它会怎么样 你就是安插 你有抓那个Google Fit的话 Google Fit Google Fit 它就会自动帮你抓你每天跑步 你说设定我每天要跑步 比如说半个小时 它就会自己帮你抓早晚的固定的时间 然后它慢慢把你的规律给挑出来 对 所以就是 Apple我记得好像有类似的功能 就是说 那会帮你计算运动量吗 就是运动时间运动量 你如果把手 手机带在身上 它会大概估计你的移动距离跟步数 当然像我是带嘎民 所以戴嘎民是更精准的 对 我只是说 对于没有穿戴装置 或是像Apple Watch 戴嘎民的朋友来说的话 就算是用你的这个Google Calendar 我相信基本上在带戴工作的人 很多人都用Google Calendar 然后开会 像我们用Google Meet 约时间 所以你可以安装Google Fit 然后让它去帮你管理你运动的时间 嗯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然后还有就是空间管理很重要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 大家可能比如说双心家庭 就变成说 哎 先生和太太都要在家里工作 然后呢 那你的空间上面 你要怎么去运用 因为其实工作上 难免就是会有很多的会议啊 你可能需要视讯 需要干嘛 这个东西其实都要事前做准备 对 对 还有就是器材 对 就是在家工作的器材 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 到台湾这个工作时间长 当然很有可能啊 我们觉得停课可能不会很久 可是也有可能在家工作 会花一段时间的话 那我建议你稍微升级一下 或是把你的耳机 跟这个麦克风 或视讯的设备 可以呃 至少倒可以运作很自由的 就是很自如装 然后不会被干扰 你知道我这样 我这样都快要变摄影棚了 哎 不是我 不是我 是我老公 是老胡 你知道他都夸张吗 他们这个已经在Google 每个人必备的 每个人都有网红灯 而且那个网红灯 还是连线这个电脑 和手机的IoT网红灯 可以调色温 色温 那个亮度啊 他们每个人都有 然后还有他们就开始体拼 就是说 谁的那个摄影机 怎么造起来这么好看 对啊 解析度都够高 然后广角 然后后面还要有绿幕 没错 没错 其实像Google Meet 现在后面也可以自动的模糊 就是会变成有景深 对啊 然后另外就是说 你可以把公司的这个logo 放在你的后面做个地图 就是开会的时候会比较专业 对 还有Zen Zen的话 我不晓得现在在台湾的普及率高不高 在美国是超级的 台湾的话 其实我跟一些公家机关 或许要开会的话 他们还是会用台湾的 比如说可能有的会用这个 Syscos 对 有的用Microsoft Team 有的会用 对 台湾会有两三个自己开发的平台 对 然后应该就是用 用这个 对啊 好几个不同的平台 那Zen的话 就是可能跟国外开会才会用到啦 对 OK OK 对 所以我觉得目前现在在家工作的准备 第一个就是你的时间管理 还有就是空间上面的准备 比如说你跟家人 可能要协调好 比如说像我客厅 我就让出去给我老公 然后我就是在卧室 然后另外两个小孩 他们就个别在自己的房间 对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我们在工作区域上面有一个区分 大家都知道说 当经过那个区域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的小声 这样的话就不会去打扰另外一个人 他工作或上学的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说器材的设备 以及比如说你可能要用远端工作的这些器材或者是一些软体 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预先要准备 所以像IC你是怎么来做这个在家工作或远端工作的一些科技产品呢 有没有可以来帮助你 然后让你这个work on hold 它是更顺畅的一个运作方式 我当然也经过两个阶段 因为去年刚开始我还是一个学者的身份 那我是今年一月才变成这个台湾公司的员工 而且我们家也从一个公寓搬到了一个稍微宽敞一点点的这个townhouse 就是两层楼然后有车库 对所以车库有个小小的这个仓库变成办公室 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我是在主卧室 就是有一张桌子 然后小朋友一个在客厅一个在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住两房的房子 那所以的确像来讲第一个空间 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小工具 譬如说大家可能听过番茄钟 番茄钟的工作法 那就是你用30分钟或是一个你自己选定的时间 当作一个工作的一个最小单位 那会帮助你 因为这当然跟不同的工作形态有关 Engineer跟PEM或者是高阶主管或者是创业者 可能你需要的时间间断跟这个工作类型都不同 那像如果是startup founder或是CEO 可能就需要长时间的思考 跟短暂的这种快速会议的这种不同的节奏的这种工作形态 所以万一把这时间都没有掌握好 其实你就很容易一整天都在荧幕前面 然后而且不断的会议插进 所以变成说限制会议的数量 限制会议的时间 限制会议的类型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很快就要必须要能够去做到的问题了 就是说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对 而且会焦虑 因为焦虑说事情总是做不完 所以就像老胡我相信也是这个 我相信这段时间在西谷工作的如果是远距的 非常多都是to shift 就是从早上到晚班 从这个 8点到11点是很正常的 这个跟医生一样 他什么时候8点到11点 他8点到晚上2点 正常 正常 最早最早11点下班 哇 我老婆说 哇 你11点下班了 很早 一天16小时 对 差不多 对啊 我妹妹是律师 她也是一天上班13个到14个小时 差不多 差不多 在家工作 非常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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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工作啊 就变成说 它是一个 你随时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在家 你随时都在online 你没有no excuse 你基本上说我出差啊 不能说我生病了啊 我真的就是 小孩也在旁边 就是 就是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变成说 你一定要规定自己 还有跟家人 保留你们该有的时间 这个是超级困难 但是又必须做到的事情 然后也要跟同事们都说 不好意思 今天了解就是我不会工作的时间 这时候请不要找我 我必须跟我家人 那大家都会知道family first 但是要做到的人其实很难 yeah 可是常常就是 那个family time 结束以后就是继续加班 是啊是啊 对啊 我刚刚吃到晚餐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上来 可是就是 他们也知道说 至少你晚餐的时间 品质就很重要 晚餐的时候 大家就把手机放下 不要晚餐的时候 大家继续看手机 大人看大人 小人看小孩 那就没有聚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反而全家都在家的时候 你以为家人在一起很多 没有其实没有 尤其稍微大一点 小孩可能自己都有装备了 所以其实 我就看到很多家人 连小孩都一人一个耳机 所有人从老到晚 都是各听各的 各玩各的 那只不过就是 还有一个人负责吃 煮饭 或是负责叫吃的回来 那其实跟在办公室 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 很可惜 我觉得这时候反而是 应该凝聚家庭 这个核心的 一个机会 甚至去检视每一个人 因为你有机会 看到小孩怎么上课 刚开始蛮凝聚的啦 到最后就想说 赶快分开 是 哪有自己的空间 这个在台湾 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因为不见得每一个 家庭的这空间都足够 或者是 很多时候小孩 房间本来只是设计 就睡觉啦 或者写功课要用的 可是你要给他一个 有上网 可以这个 稍微宽敞一点 可以 那就是变成 你在客厅 要放上书桌 或是餐桌 要变成一个工作 工作桌的概念 所以我们这一年 其实在美国 我帮小孩准备了 整个几乎他的 所有的房间的设备 我都全部翻新了 包括每个小孩 都准备一个 非常大的 就是iMac 然后让他 可以直接 可是Catty 你们比较有余裕啊 像我们家小孩 就是两台Chromebook 而且还从台湾采购的吧 因为需要他们 还有保有中文能力 对啊 那可是Chromebook 要买坚固一点的 因为也有那种 军规的 像我们以前是在台湾 的无戒鼠的时候 就需要采购过 我们就姐姐继续用 那弟就用 同屋规格继续用 它就比较适合 小朋友使用 比较耐用啊 可是就是萤幕小一点 所以萤幕小的话 就是 但就是可以 注意使用时间 比较大的萤幕呢 因为我觉得 对小孩的视力 我觉得萤幕蛮重要的 对 因为有时候 他的画面的切割 你知道就是 像美国嘛 我们都是用准 所以老师呢 他的远距教学 全部都是用准 所以老师他都是要求 每一个小孩 他必须要把摄影 自己打开 他要能够看到 每一个小孩在干嘛 才行 要不然有的小孩 真的在旁边打电灯 或是在睡觉 或者是失踪了 对我们家老二 就会这样子 有时候 我家老二也是 所以常常 他初期 真的常常失踪 或者说 他忘记把萤幕打开 那还好 然后老师哦 马上电话就来 马上 信件就来 通知家长 所以我们马上 家长就要进去看 是不是在翘课 像我都会偷偷去看 YouTube的影片 这样子 对 所以他们现在就很要求 每个小孩 他一定是要把视讯的 这个摄影机打开 他才有办法 老师看到 每一个小孩的状况 然后同时啊 其实 我觉得这个远距教学 就变成说 老师其实他是 加倍的负担 因为他一边呢 可能看小孩的状况 一边他其实 他所有的教材 全部都要做成投影 数位化 他都必须要这个备课 然后 再来是他可能要花 double时间跟家长沟通 就像你刚才讲的 一有任何状况 就是写信啊 然后 或者是 台湾可能是用line群组之类的 那 就是说 其实这个东西是 家长真的要去体谅 老师这时候的 的辛劳 会也变成全天了 而且是 以前在学校 视为写写 现在就变成说 晚上我们也是常常 就是接到美国老师的 这个email 说 他看一下小孩的表现怎么样 那美国中学 就是用寄成绩 每个礼拜会有成绩 单寄到家里面 对 所以我们就随时 会跟小孩讨论说 你这礼拜的功课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他自己要去负责 所以 我觉得 对于稍微年长 一年小孩 我觉得中高年级 应该说高年级的小朋友 其实可以开始 可以开始训练他 养成自主学习 跟自己规划生活能力 我大概是花了半年时间 让我女儿 可以做到说 他每天自己去 把他今年时间表 每一周 然后我就给他 Google大口 就上去写 除非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 他如果从10岁开始 做这件事 15岁开始 他做到18岁 他已经很熟练 每天去规划自己 该做什么事情 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是对小孩 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 因为他等于是说 他就 在自己负责 对 可以自己做 Time Management 或者是 Time Management 那像我小女儿 他就是说 老师呢 他们就是跟所有的学生 共有一个Google Calendar 我觉得Google Calendar 对于远距工作 或是远距教学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构矩 真的 因为呢 还有Google Classroom 对 然后老师呢 他就会在Google Calendar 比如说 把每一堂课的 Schedule 全部放上去 然后每一堂课 其实他都要 有一个连线到Zone 他都已经 事先已经把连线 全部放进去了 所以小孩 其实就是按表操课 他等于是说 他就 比如说像我们 就有体育课 音乐课 美术课 还有各科的 什么英文数学啊 科学啊 然后这些 他就是按表操课 所以这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 所以如果说 这堂课结束了 学那个小孩子 他就知道说 他要去下一堂课 他要看着Google Calendar 直接去点那个 Zone 然后就可以进去 那个Classroom 然后就可以开始上课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很重要的 那小孩 他就有这个惯性 那中间 他会出来休息 他有break time 好这个时候呢 其实家长也要做好一个 完全的准备 所以如果说 小孩在家上课的时候 家长其实是要 完全100% 你要在旁边去协助他的 因为有时候 他可能会说 我没有办法连线了 网络有问题 不晓得为什么摄影机打开 对啊 我们就是家里的MIS 对 然后再来 我还是家里的厨师 就是你知道小孩 他下课的时候出来 就说我要吃点心 我午餐 我要吃什么 所以你知道每一个小孩的下课时间 其实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 我其实都很紧张 我大概就是说 你变成是Google厨师的概念了 对我今年45 第一个小孩跑出来 然后再来呢 老胡他大概就是12点半的时候下 就是中间有个break time 哦赶快 那个老公的午餐 然后第二个小孩 是12点45的时候会跑出来 所以我都要记好时间 然后再把他们全部push回去上课 哈哈哈哈 对啊 就是一个不断的火石火防啊 对啊 没错没错 我们家就比较随性啊 我们家小孩 被我们练的就是可以每天 这个大概一点半还开放 对 可是那个 可是上课这样子不会耽误吗 或是小孩 他们中间会吃点心啦 反正就是他们自己就就就就就在学校里就习惯吃点心 所以也还好 可能就是我们常常中间中间这个半年时候常常出去出去 呃见醒的时候就习惯有时候就只带面包出门 要说也是很晚吃 所以我们家小孩呃也蛮蛮耐机的有时候 但是呃 该饿的时候又会吃了很多 对啊 然后还有可能有的家长他会担心说 诶小孩呢 他本来如果说有补息 或者是说他的才艺课怎么办 其实不用担心 我觉得路是人走出来的 对啊 那我们本来有在补那个俄罗斯数学吗 对 然后突然一夕之间 它全部都变online 我们就觉得啊更棒 以前都还要接送送下来 对我现在完全不用 我女的树敌 都是在家里跟这个老师线上学啊 我们也是 我们就是唱第一钢琴 都是在线上学 那我们是用FaceTime 加准的方式 因为它有两个镜头 一个看脸 一个看乐器 对没错 那比如说钢琴的话 我们就是有个镜头 要直接就是看那个钢琴的指法 拍手给老师 所以设备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双手机平台 没错 所以你是双手机 我们没有 我们就是45度教 跟老师看 没有我们钢琴还没有练 就是我之前 我有说钢琴老师 钢琴老师有说 那可能要两台设备 它比较好教学 因为我们对 对啊 那素题就还好 素题是看着吹就还好 对所以我们都说 我们在美国嘛 其实这一年 其实创造出最多的网红 就是老师 每个老师都好会拍 很会拍 然后还有啊 就是像团练啊 或是运动都要在线上进行 当然就是要考验老师的这个 或是教练的这个能力 或者甚至他们练团是 他们并没有真的同时去练 他们是分 每个小朋友自己在家里面练完 或是然后上传 老师再把它剪接成这个一手 对所以 那小孩自己像我女儿 他们最近在做project 他就已经会用iPad画动画了 就是他画了几千页的动画 这样子 对然后做自我介绍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 很好啊 他们提早他的接触 他们就会 我觉得你看我们都是20岁 30岁才开始做这些东西 像他才十几岁做这种东西 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嘛 那一开始当然都不会啊 问爸爸妈妈 我说我也不一定会 所以就给他工具啊 让他去试 对那我相信台湾其实 呃就是真的不要觉得这是一个 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 或是觉得天哪不能够上学 不能够到学校 那就反过来想嘛 这时候不在学校可以做的事情 不就是可以拿来做吗 就是那你就当作自己在家里面 暑假做下定 或是让他跟同学用线上的方式沟通啊 那小孩应该不能用Facebook 应该不能够用一些线 但是你就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开发他们可以跟同学互动的方案 这很重要 嗯 还有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家长可能也要限制一下孩子 他在网络上的使用 对啊 直接断网 我有朋友就直接晚上九点断网 哈哈 我们也是耶 我们就设晚上十点 我们没有可能就十点 对对 然后就直接全部断网 然后断 就是关灯 哈哈哈哈 然后在射间你知道吗 要出过那个技术学习 部队起床 哈哈哈 部队网 就每天都这样 因为 因为你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这样子去管理孩子的作息 要不然他就会觉得他每天都在放假 那他的心他没有办法定下来的话 就会有 就是对这个学习上面 我觉得会有蛮多的阻碍 就是仪式感啦 很重要 对 对仪式感 好 包括你在家工作或是上学 我觉得 该起床就是要起床啊 不能说你不用 对 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科技产品啊 我们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可能一些 呃 网络视讯的这个工具 大家可以赶快练习 然后熟悉 那我觉得 呃 不用担心小孩不会用 小孩一个礼拜之后都比你会用 对 没错 而且我觉得现在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欸 台湾会不会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永远都要去做最好的准备 最坏的打算 嗯 那时候我们在美国 其实我们本来也是想说 就是避一个月而已 对啊 其实学校所有的老师也跟我们说 See you next month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会觉得说 就是一个月以后回来 就没有想到 对 美国这么久 就什么 对啊 嗯 我们居然就这样一年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都觉得说 不可思议 可是呢 我觉得其实 呃 我们心里都要开始觉得说 这是一个 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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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抗战啊 不是抗争 对 然后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防疫 一定是要让自己是非常安全的状况 那现在可能蛮多人就会觉得说 诶我已经在家上班 我已经在家上班 可是小孩其实还没有停课 那是不是能够自主停课这件事情呢 呃 不晓得 爱心你你怎么来看 你所谓自主停课意思是什么 就是学校还没有宣布上课 可是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说 我比较紧张 我是不是可以开始要求我自己拿作业再回家写啊 或者是说考试的部分 呃 我跟学校看 讨论怎么去考试啊 对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呃 考验老师家庭跟学生的呃 合作能力跟弹性 啊 嗯 就像美国回到Hybrid Mode的这个 这个过来过去这两个月也是 还是很多家长在家啊 就是 然后就是因为每个家庭状况都不一样 啊 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现在 台北市宣布的停课不是最好的方法 哦 我觉得啦 嗯 因为你觉得还没有 还没有准备好 呃 不只说学校 很多家庭也不能够直接准备好 因为台湾跟美国的工作形态来说 我觉得台北市可能还好 可是新北非常多家庭都在制造业工作 哦 对 对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嗯 就是说不见得能够有拥有这样的余裕 那反而你学校继续开的情况下 可能一半的小孩子自动回家 对不对 或是他家里可以请假 可是有另外一半 这样也分散了学生的密度嘛 哦 还是有达到防疫的效果啊 对哦 那 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其实像美国 调到Hybrid Mode 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啦 然后他也不是强制你一定要回去嘛 哦 那愿意回去的 那就让你愿意回去 所以就我今天早上讲了 就是说其实有长辈的 其实应该就是比较有余裕 可以让小孩在家 哦 那小长辈也是风险比较高的一个族群 所以有小孩的 那就有小孩跟长辈在家 那其实就就就就就 就让小孩在家是比较OK 但是如果家里面没有长辈的 可能也就比较没有余裕 但是反过来说 你也就比较没有长辈会感染这个的风险 那你你让小孩回去上学 我觉得反而是安全的 所以这个事情是 我觉得了这个时间点 保持弹性才是最好的方案 所以硬性规定说一定怎么样 那因为真的这个 每个家庭里面的资讯能力啊 设备啊 然后有没有长辈的这个风险啊 小孩子的个性都不完全一致 那所以我觉得 就是那台湾当然也因为这几年 其实这种在家自学或共学的这个方案 跟团体 可是现在又不能够在一起 所以变成说可能用线上方式进行共学 那这些都是可以采取 所以我觉得 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了 那现在就是说 只是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不能够人跟人去 这个相聚在一起 但是怎么利用既有的线上工具 我想台湾的家长们 应该都会找到方案 但是这时候就是要多靠 多靠一些教育和社会 还有这个政府的机关 多多去 多产生一些不同的方案 像台湾本来有这个在校安清 对啊 对 像我们 我女儿的学校 她是用hybrid 就是说混合的方式 她其实在 当然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呢 是全部通通在家上课 但是在去年10月1号开始呢 我们学校其实就开始 半开放了 那她的 她可能她的要求就很严格 包括就是说 要能够回学校的孩子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每两周 你就要做一次的核酸检测 快筛 对 快筛 然后 再来就是说 她要求就是说 每一个班级 他们都有不同的 这个 最多人数 可能一个班里面 不能超过六个人 然后她可能就变成说 要轮流的下课 轮流的上学 放学 而且连上次都要管制 对 全部都要管制 其实这样子是非常辛苦的 是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学校还做了一个 不太一样的方式 就是说 她把要网路上课的这个老师 全部就是 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老师 他就专门呢 是针对这个网路上课的学生 这个老师 他就是只要负责网路上课就好了 对 他就不用说 他又要再去顾班级的小孩 又要去顾网路上课 对 就是打算 对像我们小孩也是这样子啊 就是 那你这样的话就变成 所以我说学识的 学识的这个 弹性变得非常重要 家长不要再迷信说 我一定要跟谁哪个老师 甚至这个跨班啊 跨年级都是有可能 你不要觉得说 对 本来学习就不是一定要跟着 一个固定的节奏 学习本来就可以有弹性的 对 然后比如说有去学校 因为是因为他的家 家庭是没有办法 可能他的这个爸妈 他就是一定要去工作 所以学校还是可以让他的孩子来学校上学 好 那这样的话 他们就是会有特别的 就像我们刚刚说要做检测 然后要分批分班 做social distance 这各方面的一些管理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 比如说你的老师 他就可能固定一个老师 顾多少的小孩子 对 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有 让这个疫情不会再去交叉感染 所以我觉得其实啊 因为未来我不晓得说台湾的状况 但是我觉得会建议啦 各个中小学全部做好最好的准备 因为我知道台湾的大学已经全部都是远端教学 我们刚才 我们现在下面有两位那个大学教授 待会也可以请他们来分享一下 Stanley和Georgio 对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重要的 就是尽早做好准备 不要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短期 他有可能是长期 他有可能是短期就结束 但是之后可能会再come back 对 所以像 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啊 对 就是他可能今天就是一个演习 变成一个 变成这个演练 变成是一个两个礼拜 可能之后 三不五十又来突袭一下 就是大家习惯躲防空洞的概念 在防空洞里不用什么都不干嘛 所以他不是一个 你觉得就发生就不会再发生 这可能是 然后如果新冠过往 还有别的可能的病毒 然后就是 这的确是一个我们不想真的面对 可是当他来临的时候 我觉得就勇敢的 真实的 务实的 对 就是去做好该做的准备 所以我个人啊 我觉得我现在对小孩教育的想法 已经变成 我要让他任何环境都活得下来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未来 他会面对什么环境 所以我就说说 你们可能需要考虑去 这个去当军人或警察或护士 这种最基本生存能力的一个训练 哪一天万一真的 真的这个 不管在哪个国家遇到了比较严重警戒 你至少可以活下来 对 就疫变能力蛮重要的 真的 然后还有 还有我觉得这个防疫方式啦 现在除了在家之外 可能比如说要做好这个消毒 其实我到目前为止耶 我还是口罩做进步离生 我觉得像虽然我们上个星期 美国总统拜登他宣布 可以不用再戴口罩 老实讲非常恐怖 对我真的是傻眼耶 到底是有多爱戴啊 那我昨天去爬山都没人戴耶 我都快吓死了 气死了 对啊 好不容易才撑到现在这个CDC 到底是在想什么 对 对 真的 我觉得 其实因为 不想说 文化差距啦 真的文化差距啦 对不对 又太过的轻忽 因为谁知道说 印度的变种病毒 有没有办法 就是要突破了我们目前现在的疫苗的保护 是啊 因为美国目前现在疫苗的这个施打率是很高哦 可是老实讲 也没有到很高老实讲还不到一半 就是他只是第一季 不打的就是不打 对啊 对啊 这种是不打就不打 然后你又让这些更有理由的 说可以不用 他 你也没办法真的去验他到底有没有带嘛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就是一个 心态上的差 我觉得这次 整个全球疫情 其实真的是跟每个国家的民族性啦 政治经济的资源啦 但美国很幸运的是 那印度是清乎啊 不只是清乎 这也是他社会结构造成的问题 日本也 不要说是印度 就连我们对一向最觉得应该很厉害的日本 到现在都还是 对 所以我今天才跟这个前面的陈爸在聊的时候 他说我们最好的模型也就是东京 因为东京大概是台湾的1.5倍人口 倍倍计讨的大概两倍 所以也许我们最严重的时候 大概是东京的二分之一 这是我们的退估啦 大家到时候事后可以验证一下 会不会这样子 不过这一次就是台湾的这个 变种病毒株喔 它的传染力非常惊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非常格外小心的 因为传染力惊人 还有它的毒性也是比较强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 医护人真的会很辛苦啦 但是就是说 真的是不同的族群 对疫苗 这是另外一个关键 就好像我明天要去打第二剂 就是Moderna第二剂 然后我知道Kate已经打完两剂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打疫苗的心得跟感想 还有 哈哈哈 你知道 刚开始我去打的时候 很多台湾的朋友都很担心我耶 就说 打疫苗很恐怖 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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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完疫苗 我的副作用都这么恐怖 如果我真的得到那还得了 这个我觉得我有一种历劫过来的感觉 因为像我是一个比较过敏体质的啦 所以我打疫苗的时候 其实48小时之内我都是发高烧啊 恶心 然后四肢酸痛非常严重 对 然后我打完了大概7天到10天以后 会在第二次的发作 其实很多人说这是好事啊 就是说代表你的这个免疫性 免疫真的起效果了 对 所以我是 我的第二季是两个星期以前打的 但是打完10天以后就是上个礼拜 我已经一周没有听到Catty的消息 因为她都在火水 我每天都是那个头痛啊 然后发烧啊 我非常不舒服 不舒服 所以我上个礼拜 我们那个矽谷为什么也是停播 完全不像活力四射的Catty啊 完全没办法 因为头太痛了 光是疫苗都没打成这样子 对啊 所以真的是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东西光是疫苗都这么的恐怖 更何况如果你说真的得到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认为是说要打疫苗 打疫苗才是有效于 就是说 对啊 你看加州这四个月就是疫苗把它压下来的啊 对 因为像上个星期还有台湾的朋友来问我 我觉得我真的走在前面耶 因为好几个朋友就来问我说 你打疫苗你觉得一定要打吗 我觉得台湾没疫情啊干嘛打 我说你觉得好 比如说疫苗可能它出问题可能就是百万分之一 对 了不起50万分之一 10万分之一对 但我问你你觉得你得到病毒的几率是高于这个百万分之一 50万分之一呢 如果你高于的话那我觉得就有必要要高 要打疫苗 对啊 因为这个疫苗其实它也是有效防护 因为它可以降低毒性降低传染 传染这个传染性 防护自己防护家人啦 简单来说 对啊 而且特别是年龄高的这个族群一定要打 因为这一次这个肺炎呢 它最可怕的就是它直接去攻破你的这个 65岁以上的 对65岁以上 它的致死率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必须要呼吁 还会托华重点是医疗资源啊 这是更严重的事 对 所以医护一定是要 呃 在第一批一定是要打医护的 还有航空啦 地勤人员 对啊 像美国就是全部都打了啦 对 所以这一个 教师 这个部分 因为他们就是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那时候在纽约 整个所有的那个医疗体系都 哦 那想起来就发码 后一发码 那时候真的 崩案真的很可怕 嗯 对 很多医生都不敢回家 因为他们就怕说把病毒带回家 对 对 嗯哼哼 好哦 所以这个 我们今天呢 其实今天开了一个 很特别的这一集呢 嗯 也是希望说把美国的经验呢 就是分享给台湾的朋友 对 那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目前现在尽量还是少出去 哦 然后能够外带就外带 或是 呃 应该是说外送就外送 当然尽量要小就是就是要小骂把病毒给去掉 就是酒精擦一遍哦 然后甚至戴的手套 都都是都是可必要的话了 好 眼睛要保护好 对啊 所以我们这种眼镜主持比较幸运把他就戴的眼睛 那就是说不要用眼镜 就是小朋友真的比较难控制 所以我觉得台湾至少至少小朋友因为因为SARS以来 我们其实对小朋友洗手啊 戴口罩的 还有这个检查体温的要求已经很习惯 所以我反而觉得台湾最安全的是小孩 对平均来说 但是呃 年纪比较大的族群真的是有时候会忘记 所以呃 大家就是多多的都保护自己和家人 然后也多多多照顾一下这些呃 对啊 就是外面进来的东西 然后出门就是真的是口罩 当然台湾气温很高 这也是真的 那你就不要出门嘛 出门就是真的是比较 比较难忍受 嗯 但是运动还是要必要的啦 没错 我到现在其实所有的食物进来 送到家里来 如果是熟食 我会重新加热 然后我不叫生食 我不叫沙拉 不叫生鱼片这些 对 然后还有就是呃 如果是网购啦 或是所有的食物进来 我其实都会放一个箱子在外面 其他放在外面的箱子 我先喷过一次酒精以后 再拿 就是把外箱留在外面 然后再把拿进来 再喷过一次 然后食物呢 我会放在瓦斯炉上面 因为之后我就是全部重新加热 或是把这些塑胶制品把它全部丢掉以后 我可以用瓦斯炉的火在高温 把病毒再杀一次 所以我当时还是这样子耶 就是我会觉得这样子 它已经是一种很习惯 自然的人的方式 但你今天一天不做 你都会觉得怪怪的 你知道吗 真的可以是高标准 对 我高标准啦 因为我觉得其实 因为家里我们家有小孩有老人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必须要这样做 是 爱心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美国的远端医疗 目前现在是怎么做 美国其实因为它本来就有 这个远距医疗的这个模式 存在在美国的电商 那也是开放的比较早 包括医疗器材和药物的贩售 所以美国当然 过去其实也不容易推行 其实还是回到医疗跟药物体系 他并不希望 这个远距或是数位的这个 视力成长得太快 但是也因为布局的早 所以在去年疫情展开之后 那因为手术啊 门诊的这个 急剧的这个数量下降 医生跟病人都不愿意 冒着感染的风险 或者是其他比较严重的地区 因为这个实在是医疗资源 变得转移到这个新冠的治疗上 所以美国就我知道的事情 是第一个线上的这个 看诊的人数大幅增加 从过去30%到30% 对就是这个很大的比例的成长 那第二块是说 像线上药局 然后或是虚实整合 像Amazon买了这个线上药局 然后像 Walmart最近也 跟一个这个数位医疗 或者是要医药平台去收购 所以 然后像 Microsoft最近也收购了一个 数位医疗的语音平台 所以overall来看的话 大企业 包括Google Facebook 从今年跟去年 Amazon也是 都有Healthcare 或者是这个 这个我们讲 大健康相关的职缺 主管的缺 所以 第一个是医药 它不再只是这个 线下的事情 它已经变成一个数位 跟线上化的趋势 这个势不可挡 而且是大幅的跃进 第二个 科技产业 或是非医药行业 踏入这个行业 一业合作的这个 这个趋势也非常明显 第三个是早期的投资 所谓就是未上市的 新创公司的这个投资的 数量跟金额 也创了过去以来的最高 史上最高 所以理论上 过去一年 其实应该是资本市场 相对就是比较 尤其对新创公司 是比较不那么 看好的一块 因为毕竟是一个景气 可能就比较 不是那么好的状态 但是在医药 它变成 尤其是在数位医疗 是大幅的成长 光是Digital Health 在美国的投资 涨了快一倍 所以它是一个 大家都看好的场合 当然了 这当中还有很多的风险 所以 回到刚才这个 我们这位来宾所说的 就台湾也好 中国也好 亚洲也好 不得不说 其实在数位医疗 还是 还有很多基本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得很好 譬如说 整个我们叫patient journey 就是病患的一个历程 从问诊 到诊断 到治疗 还有预防跟追踪 这个整个历程 它不是只是技术问题 它其实是一个流程 它是一个 整个医疗 医疗或是健康行为的 从政府民间 还有保险 这些机构 所以它是一个 很多方 参与的过程 可是回到底 我们的社会和 这个制度 有没有准备好 就像我们的 制造业 或者是产业说 要转型 数位转型 也不是一年两年 已经打算推动很多年了 但它真正卡住 其实很多是mindset 所以怎么让 这一次的疫情 可以让很多 过去不能推动 不想推动 或是很慢推动的事情 变快 那mindset 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那怎么做呢 也就是我有靠各位 譬如说 行业内的人士 年轻的各位 或是资深的各位 在媒体当中的各位 我们都发出 自己应该有的声音 让有机会 有能力做决定的人 可以去愿意推动 或改变一些可能性 那它只会一点一滴的 发生改变 大概是这样子 对 然后美国 我觉得这一年 像医院自己本身 他们也做了一些 重新 比如说病人的 这个priority 顺序的管理 比如说像我知道 Stanford 所有他们 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所有需要 overnight住院的 这个刀 很多若不是急刀 或是有立即生命 危险的这个刀 他们都会整个 Postpone 或是取消 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确保 把所有的病房 都是空出来 给新冠肺炎的病人 或者给紧急的病人 做住院的治疗 所以我觉得 其实可能在 台湾的这个 医界的上面 我觉得可能 这个部分 他们可能也会 有相关因应的措施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 可能大家也要对于 看医生这件事情 要有一个不同的mindset 就像刚刚Vero 说 就是每个人 只要有紧张 就要去看医生 其实呢 在美国 他通通都需要打电话 他不能够让你 直接到现场去挂号 然后你就变成说 你要打电话 他会很仔细的问你 你有出现哪些症状 如果他是觉得 你疑似是COVID-19 他是不能让你来 他会叫你先去做检验 然后去打美国的 专线电话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才能够有效的 去做整个病患的分流 然后还有管理和追踪 所以目前现在我们美国 他其实这一年的 做法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刚刚 就是IC讲的 其实蛮多小病 或者是长期的病患 他需要拿药 处方签这些 我们全部都是改成是线上 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 像我过去一年 我根本不敢去医院 你叫我去我都不敢去 因为老实讲 就是太害怕了 所以其实我最近才开始 有带小孩去做一些 比如说check up 然后那个医生还跟我说 我上次看到你是前年 我说对 去年我根本不敢来 他说对 去年真的都没人来 因为大家太害怕 然后他们也都是改成是 线上电话问证 有紧急的话 才叫赶快带小朋友过来 这样子 所以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过去一年 美国在医疗上面的一些做法 好哦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就是分享台湾 分享给台湾的朋友 我们很多美国的经验 那就是希望 就是说台湾的疫情赶快 就是变低 那稳定下来 让大家回去上班上课 但是目前现在 我觉得要共体时间啦 对 在生命面前 没有什么是更重要的事 是的 好哦 那就谢谢大家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 想要讨论 都欢迎到 矽谷为什么的 Facebook粉丝页 还有请大家多多按赞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ITU Satika和Satika都上线了 你可以在这边平台 找到矽谷为什么 再次感谢 国发卫斯特巴安冷 台湾和 初卫时代密 创业小区的独家赞助 另外我们在 Facebook上面的社团 台系交流平台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社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